這條褲是不是很棒呢? 我現在穿著這個米色 手拿著這個橫色來的 它是偏向斯文一點 加加隨便一點的一個混合體來的 因為你說它是不是完全直腳呢? 其實不是的 你會見到它小腿腳眼的位置 是收入它的蘿蔔 有一點點蘿蔔咳的 或者你有一點點當它是男友褲 收入去的效果 不過它說沒有 它就沒有做到男友褲的那種低浪效果 這個浪位都是偏鬆的 那它在那個潛覆的部分 就做了一個斯文的元素 或者斯文一點的一些造工 那所以它是介乎 casual 的婦型加斯文的設計 是的 兩者有一點點混迷 那這個在後覆就半丈更要的 另外還有馬數分的 雙倍出場 是的 另外還有馬數分的 那我現在這個細馬 另外還有中和大 一共三個馬 是的 那真的很好搭 因為一到秋冬 其實我自己是真的會追著一些米式的庫款 來入的 我自己的中程米式特別是秋冬 因為九成九是不透的 是的 那這個當然了 九成九不透的 不過這隻鳥是薄身的 也是秋天初秋的薄鳥 那它配上了明線的 那你要看到它那個潛覆的位置 那它做一些收線條 那樣重一點的一些剪裁位 是的 其實它腰位的位置 它有一點點這樣包住的 是的 這樣貼住的 所以它真的有一點點斯文的元素 但是在庫浪位 去到小腿位 甚至其實後面那一幅 你看到這部分 你都會看到是寬鬆的 剪裁的 所以它是雜兩者之大的結合 那真是很有驚喜的 其實單體 你這樣看都不覺得有什麼的 穿出來會看到一些這麼細的細緻 特別是它腹腳收下去的效果 那這個褲大約是九分長的左右 我自己就覺得 用來襯紳士鞋最好看的 我也有用來襯紳士鞋 斯文的短鞋有搶的 那個也沒有問題 那我自己覺得襯這兩者的鞋款 是最適合的 好 那當然是實色不透 那我展示了腰圍給大家看 我現在穿的這個是細馬來的 它都是比較寬鬆的 就是它平放之下都是比較鬆一點的 一個cutting 所以都是有一點藍有褲的味道 不過又完全看不出來的 真的完全看不出來 那麼腰圍或這位置 我現在穿的這個是細馬來的 布料都有彈性 是的 都是很好的 那個現身度 那你會見到hip 大腿都是寬鬆的cutting 是的 舒服的 很舒服的 那比較適合真的襯紳士鞋 那這個你九分左右的長度 那還挺驚喜的 除了斯文的style之外 好像我現在這個華麗的穿搭 其實這樣平衡出來的效果都不錯 是的 好 那我先換上色色 那我換一換件外套 好 好 說 呃 谢谢观看 这个是衣服,我现在穿的是衣服,刚才的衣服是买衣服 当然是实色不透,这个是9分的长度 趁没穿之前,给大家看清楚腰围 你会留意到腰道到盆骨的位置,你会看到是这样的 真的收回,跟回那个cutting,跟回线条感 因为你人也是这样的 这个位置是比较斯文的效果 腹浪位和cutting上,剪裁上有些宽松的效果 我现在穿的是小马 另外还有中和大,一共是三个马 好 我现在这样拼一下也挺漂亮 好 我穿了这个给大家看 是因为我现在穿着这件内搭 我觉得这个内搭配这个是很漂亮的 大家都可以看完这个 这个衣服可以搭配淺色,或者一些粉色一点的材料都可以配合 黑色一定是没问题的 我刚才也有提到,这个副款搭配身之下 还有有跟着的短拨是特别合适的 我其中一个配的短拨款是配搭配这个top的 就是配搭比较近的大地色的穿搭 如果你喜欢做强烈一点的对比,可以这样配搭米色 在内搭上有一个sweet一点粉色的 一点点亮眼泪 但如果你喜欢一个色的也没问题 你可以这样去参考一下 这个也是一个布鸾有弹性的质地 这个也是一个布鸾有弹性的质地 蒸鸾有空看 你会没有准备